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么做对你来说 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我徐尘峰这辈子的妻子 只有朱慧君一个人 我不可能爱上其他的女人 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女人能够取代她的位置 少爷 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说的话 千万不能够喜欢上别的女人 不然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你人在我这 心却在慧君姐那 我也知道 你根本不想娶我 今天我们是因为慧君姐才拜的堂 如果少了任何一个仪式的话 慧君姐的病那又变好 那我们的堂不是白拜了吗 少爷 我能不能求您扶我上床 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不远房 我们也要把该有的规矩和仪式做到吗 也许能够达到冲喜的效果 千万 千万不能够达大 千万 joh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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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君 你知道吗 你就快让我担心死了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我会失去你呢 慧君 你总算醒了 你怎么不在桂花那里多待会儿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儒夫人 我知道你跟妈都在想些什么 不可能的 就算我徐臣风一辈子只有两个女儿 我也不会后悔的 臣风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慧君 冲喜不过就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方法 你现在都醒了 目的已经达成了 慧君姐 我好担心你啊 慧君姐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慧君姐 其实我只是希望帮你冲喜 既然你已经醒了 是不是可以让少爷把我给休了 桂花 慧君姐 你和少爷的感情是我看过最好的 我不想夹在你们中间 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这怎么行 你已经拜了堂 进了徐家的大门 从此你就是徐家人 你不可以说这种傻话 可是 而且 你也不可以再叫陈风少爷 陈风现在 也是你的丈夫了 慧君 慧君 我答应的事我都已经办到了 你现在必须要答应我 接受西医的治疗啊 慧君姐 少爷那么爱你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好起来 果然 我所做的一切不就白费了吗 慧君姐 你要是接受西医治疗的话 我就不让少爷休我了 不 我这就去联络那位医生 看他什么时候能到的 我 你